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现在准备了半年吧 然后再签第二次 在我们那个设施项目里面 就是受影响的学生 大概有六个人 当时也是我们大概差不多 就前后脚去签的 基本上大家都是直接被拘的 都是可能受10043影响的 对对对 欢迎收看凤凰聚焦 2021年11月9号 美国驻华大使馆 以及驻上海 广州 沈阳等总领馆 恢复了赴美旅游签证的面签 当天我们的记者 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了解到 前往面签的人员中 多数人为留学签证的申请者 从2021年5月 美国驻华使领馆 恢复了学生签证的业务以来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逐步转入了正轨 历经近两年的交集等待 很多申请者 最终顺利拿到了美国签证 但一些特定理工院校的中国学生 仍然没能如愿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 10043号总统行政令 成为他们跨不过的高山 他们成了被遗忘的10043受害者 被搁浅的命运何去何从 今天让我们聚焦 被困在10043号令里的 中国留学生 2020年6月 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 颁布第10043号总统令 以国家安全为名 禁止特定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获得签证 今天我会提出一个宣传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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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有關聯人員 他們被排除在 可以獲得簽證的群體之外 成了特殊的10043學生 我希望是在這半年中間 有一個回暖吧 因為最近高層的會議也剛結束 然後還有各種各樣的外交活動 24歲的潘岩 本科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 2019年獲錄取美國研究生 因疫情一直在中國國內上網課 再有兩個學期就可以畢業了 2021年11月9號 美國駐華使領館恢復旅遊面簽 16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美國總統拜登首次視頻會晤 兩國關係緩和的趨勢 讓一直焦慮等待的潘岩看到希望 他決定再次免簽 所以對這次的簽證 其實還是抱有期待 是有一些肯定還是 正常期待比較多吧 和潘岩一樣 本科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 晚秋 每天也在密切關注著 中美關係的動態 最近中美也有各種各樣的 這種新聞嘛 所以從我們來說 更加地希望 這樣不合理的法令能夠被取消 大家在一起討論的 也就是別人的事 討論中美 對 美方曾多次表示 10043號總統令相關措施 只會影響少於2%的中國籍申請人 但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報告評估 該證令將會導致每年至少有 3,000到5,000名相關學科的中國研究生 無法順利前往美國進行學術深造 數量佔中國赴美留學生 總人數的16%到27% 晚秋就是其中之一 晚秋 24歲 2020年斯坦福大學能源工程系 碩士全獎錄取者 2021年5月 第一次在北京申請留學面前 20號當天的時候 我們還聊了可能有 20分鐘到30分鐘左右 很久了其實 因為正常情況來說 可能十幾分鐘左右就已經夠了 我跟他聊了很多 而且他並沒有去問我 本科的學校是哪裡的 他跟我聊我的研究方案的時候 他也很感興趣 因為我自己在環境學院 誰能想像 我們是去保護地球的 我們是去解決氣候問題的 這樣的一個 看起來就所有人都有意義的項目 怎麼會被認為是威脅國家安全呢 那個簽證官也是這麼覺得的 所以他就最終讓我拿了一個查看 就讓我走的 並沒有給我當場拒簽 在我被查看了之後的第二天 當時我正好在外面吃飯 吃吃飯吃吃飯 挺高興的跟朋友們 突然收到的一封郵件 說你被拒簽了 那時候我其實 當時那一刻我其實是空白的 因為前一天我剛剛就是開開心心了 拿了這個單子就出門了 也沒有給我拒簽 我覺得我好像逃過了一切 為拒簽了之後 我最需要考慮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接下來的日子 我應該去做些什麼 我是選擇繼續等待 等待一個不知道哪一天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被取消的一個 隔著太平洋的總統令 還是去工作 就我很迷茫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來挽救一下我的這個人生 和晚秋的經歷不同 很多被拒簽案例 甚至在報上院校名稱後 便被直接出示拒簽單 部分被拒簽的學生 還收到了10043號令的解釋文件 比起當場收到拒簽信 李嘉陽的遭遇則更為不幸 23歲的他 曾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就讀兩年 大二通過交換轉學到美國讀本科 2021年9月4號 開學前三天 李嘉陽前往哥倫比亞大學 攻讀計算機碩士 在首爾轉機時 突然被阻止登機 在登機前讓我去櫃台前 然後他跟我說就是 經過跟美國那邊的海關交涉 說簽證現在已經不有效了 您不能乘坐這艘飛機 然後我又跟他解釋說 我之前就用這個簽證 進出美國很多次都是有效的 然後我也沒有收到過任何的通知 說我的簽證沒有效了 然後就我跟他解釋了半天 但是他最後也沒讓我登機 因確認簽證無效 李嘉陽被當場遣返 坐飛機回到廈門 飛機上很多的都是那種 在韓國以打魚為撐的那種移民 學生比較少 我當時是上飛機的時候 是最後一個登機 然後被安排到了最後一台 然後下飛機的時候 也是最後一個下飛機 回廈門的時候 還有一個專門的人員帶著我走 就全程就是我都是 就被當成一個被遣返的人員 特殊旅员 因為基本上算是最後一次 做這個美國簽證了 如果沒有過的話 就是會選擇轉一個 其他國家的校區 然後把這個學位儘快拿到 對 因為我已經 大約一年半的時間了 對 就是前面一直在國內做實習 所以希望 我父母也是希望能 盡快把學位拿到 10043號令波及的中國留學生 並不指來自普遍認為的 國防七校和北京郵電大學 國防七校指的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爾濱工程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和南京理工大學 被拒簽學生團體收集的 一份數據顯示 僅在他們統計的310個 拒簽案例中 國防七校和北京郵電大學的 學生占比超過八成 不過其餘案例 還包括電子科技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廈門大學 和同济大學等院校的 博士 聯培博士 以及博士後 國家留學基金獲得者 還有零星案例 曾經在西工大副中 或中北大學就讀 受影響的專業 也不僅限於理工學科 也包括了文科和商科 在數千名被拒簽的 中國留學生背後 是一個個被現實 重錘的人生 和無錯的家庭 有告訴爸爸媽媽 或者是什麼人嗎 當天我並沒有告訴他 我覺得這件事情 至少得等我自己的心理狀態 平復了之後 我才能告訴他嘛 那你到什麼時候 把這個消息告訴父母的呢 一個多星期之後吧 當時打電話的時候 在我宿舍吧 其實 當時跳了一個 就是沒有人的下午 然後打了個電話給我媽媽 沒有人的下午 對 在那十多天裡邊 其實我都很少出門 因為就是不知道 該怎麼面對很多事情嘛 雖然我知道他們應該心理 也挺難過的 拒簽讓許多學生退無可退 他們中很多人因為新冠疫情 已經推遲入學 或者上了一年網課 如果仍然拿不到簽證 將無法再次推遲入學 一些博士生更會失去獎學金 而對於那些2021年 剛拿到錄取通知書的學生 情況也不樂觀 他們可以推遲一年 但無法預測 明年是否能有改觀 已經數次推遲入學的晚秋 2021年8月 趕往廣州總領事館 再次申請簽證 那天廣州剛下的雨有點悶熱 凌晨1點鐘的飛機到廣州 凌晨 對 為什麼要買凌晨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 已經在公司實習了 我當時是 相當於是剛下班 下了班之後去趕飛機 還從北京到廣州 其實我進大使館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地記得 那裡的安保人員就 就他們私下就在討論 就說到有的學生都已經 來了好多次了 然後還要來 就是被拒簽了很多次 然後還要再來嘗試一下 試與試運氣 就感覺這裡也挺無情的吧 不到十分鐘 晚秋被當場拒簽 事實的發展跟你的預想一樣 是的 是一模一樣的 唯一的一點點區別 可能就是在最後 他說這個總統的影 目前為止還沒有改變 但也許它不會永遠地持續下去 這可能是當時面前 對於我來說 唯一的安慰 我出來了之後 就騎了個車 就騎到珠江邊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是 下午三 四點鐘的時間 這樣子 然後我在珠江邊 坐了一個多小時 其實什麼也沒有想 反正就是 就是在那裡吹著吹風 感受一下人生的 這個狀態吧 沒哭吧 沒有 就一切都是按照劇本來的 就並不出所料 只是很迷茫 只是很空白 這次是直接就被拒了 然後他寫的是說 反正面試官態度比較堅決吧 就是說 現在是寫到法律裡的 就是這幾所院校的 就是只要一看這幾所院校的 然後就直接被拒了 一開始就看到你是那所院校的 對 反正我解釋了一堆 我以為他是會 就是說 Case by case這樣看 但是也沒有 他跟你聊了多久 我感覺不太長吧 大概有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潘岩原本和男友 相約去美國留學 在簽證雙雙悲劇後 兩人分了手 如果拿到簽證的話 跟以前的男朋友 應該都雙雙在美國了吧 就是可能大家都對未來的那個 可能在哪裡生活 工作 都會有一些不確定的地方 他也是因為受到10043的影響 沒有拿到簽證 所以原本兩個人 現在是比較直線的 去往美國共同的學習生活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交集了 是嗎 對 我覺得這段時間 卻是整個這個思想的狀態 有一些變化 就是可能之前 就是一味地卻比較相信 美國的學校 包括整個的這個環境 是非常開放 或者接受這些 無條件地接受中國留學生的 但是確實現在看上去 是有了一些變化 算是某種神話的破滅 我覺得有吧 有一些 對我個人來講 就人生中比較大的一個打擊吧 因為確實之前的 很多的教育的這個經歷 都非常的順利 然後自己覺得 好像理想中 理所應當的 好像就是可以 以自己的能力 或者說靠這種單純的努力 就是可以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進行工作或學習 然後但是就是沒有 1978年12月26號的晚上 52名一共只帶了50美元的 中國中年男女 他們穿著黑色大衣 黑色皮鞋 提著黑色的手提包 從首都機場途經法國巴黎 轉機飛到了美國 他們是新中國第一批 公派赴美留學生 當他們驚奇地看著眼前 這個陌生的國度時 可能怎麼也想不到 隨著中美關係的發展 僅僅30年後 2009年 中國成為美國海外留學生的 最大來源國 並在此後十多年 一直保持著這一趨勢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學會 IIE發佈的 《2019年美國門戶開放報告》 2018年 中國赴美求學的留學生 為美國財政貢獻了 149億多美元的收入 高居美國國際生 人數榜以及貢獻榜的前列 然而2019年 美國的特朗普政府 單方面挑起了中美貿易戰 並對中國留學生 進行全面的打壓 這給中美的學術交流 和每個留美中國學生的未來 都蒙上了巨大的陰影 我們希望美方能夠 理性地看待中美關係 看待中美人文交流 能夠多做有 有利於中美兩國人民 相互理解 相互正確地認知 更加友好的合作的一些事情 那麼如果美方在這方面 一意孤行 我想最終損害的 必然是美方自身的利益 由於諸多因為10043號行政令 被拒簽的中國學生 以聯名向所在美國學校請願 引發了部分美國大學 和知名媒體的關注 康奈爾大學負責國際事務的 副教務長溫迪沃爾夫德 以大學名義致信 國務卿布林肯 在肯定美國國務院 重啟簽證服務的同時 也表達對拒簽的關切 她擔憂領事官員 對政策解讀不均衡 且不可預測 會給國際學生 以及他們所就讀的美國大學 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困惑 本科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的 周一鳴 本已被一所世界排名前十的 美國大學錄取 但被拒簽後 最終選擇了去工作 我相比那些畢業以後 直接工作的同學 有一個最大的劣勢就是 我沒有實習經歷 很有可能就要在國內 從頭起步 別人已經開始在大廠裡面 進行各種各樣的學習了 而我現在就等於在走 他們大三已經開始走的一步路 一步慢步步慢 也試著往騰訊啊 網易啊 投了一些簡歷 但是最終就是什麼 就是連一個面試的消息都沒有 就還是比較殘酷一個現實 會無形之中給自己一種壓力 就腦袋裡面不停地在想 我在幹什麼 被拒簽的中國留學生原本認為 拜登政府上任後會撤銷 不公正的10043號令 然而事與願違 他們仍然被排除在 可以獲得簽證的群體之外 我在學校裡的同宿舍的室友 跟我一樣 人已經去廣州那邊已經工作了 因為沒辦法去上學 放棄科研了 對 這對他的人生是一個完全的轉向 是的 其實身處其中的很多學生 都在不得不做出各種各樣的選擇 我身邊有太多這樣的朋友 有選擇上了一年的班之後 現在又回待考研的 也有選擇像這樣去做工作的 或者什麼 反正就是大家都在給自己找出路吧 你敢不敢想 萬一美國的簽證就是拿不到了 有過吧 雖然我並不想 就是遭遇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並不想走到這一步 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性 很多中國學生選擇了 前往他國繼續自己的學業 對於美國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政策 著有書籍中國千禧一代的 美國記者艾利克菲時說 美國正把成千上萬的 非常有價值的中國學生拒絕門外 他們在非常有價值的領域 為美國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美國有不少學校和教授 也反對第10043號總統令 美國教育委員會總負責人米切爾 代表43所美國大學發聲 表示已經致函拜登政府 希望美國再次成為國際學生 和學者的首選目的地 蓋倫比亞大學校長 李布林格公開致信美國總統拜登 他說 耗資巨大且後果嚴重的聯邦政策 已經嚴重影響美國大學 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學術人才 當他們的掌握不斷 讓他們來自美國的掌握 有一個經驗、文化、 教育、知識的差別 而發生的失敗 我們經濟不合理 而不合理 只是一個基本的認真 要罵人們 根據中國的原始人 老師有沒有談到過 10043這件事情 他們的一致說法 就是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很不合理 非常地滑稽 就是從簽證預約到準備材料 到各個環節 最終都是我跟我的老師 他們一起去敲定的 老師都幫你敲定 是的 老師還特意 就是跟系列員一起寫了一份信 來解釋我的研究是什麼 隨著兩次拒簽 晚秋已休學了一年半的時間 科研進程被迫中斷 還面臨拿不到碩士學位的困境 我最難受的時候 往往都是晚上快睡覺的時候 一要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去想我今天做了啥 然後我發現這兩年裡 一些簽證的事情 就我幾乎是沒有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我就特別地沮喪 我就覺得好像自己 變成了一個沒有用的人 夜裡邊就有時候 一個人就挺難過的 然後喝點東西 然後看看窗外 對於我自己的這種否定 都讓我很陷入到質疑中 就是我到底是誰 我在做什麼 我為什麼要進入到 今天的這樣的地步 有一些同學還是希望能再看一下 有沒有緩和的專輯 但我可能要這兩天要再考慮一下 因為可能也到了那個 快做決定的這個時間的節點了 所以其實還是挺糾結的吧 如果不等失去的是什麼 如果等失去的是什麼 不等的話就是可能失去的 就是徹底在研究生這個階段 面對這麼一個不確定的一個未來 就是等下去 其實也是一個 懸在頭上的一個劍的感覺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轉機 晚秋仍然期待著入學的可能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曾經嚮往的科研生活 已離它越來越遠 剩下的 唯有回憶 我在美國最開心的是 有一天 我在那邊跟我的合作者 做出來一個很好的結果 就是我們覺得那樣的結果 已經足夠我們發一篇文章了 已經足夠來完成我們這個項目了 然後那天晚上 我們就一起在家裡做了一頓飯 然後一邊喝著酒 一邊聊著今天非常滿意的結果 如果一邊吹著晚風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 我覺得我人生當中 可能那幾年裡 我最滿意 最快樂的一個時刻 本來是可以 經常地過上這樣的夜晚的 是的 長久以來留學生們信奉 努力就會有結果 他們相信學術是自由的 機會是平等的 教育是公平的 但抑制10043號令 卻讓這些深深學子 促然夢斷 部分學生準備向美國政府 發起集體訴訟 要求美國政府撤銷 10043號令 恢復中國留學生 應獲得的尊重和人權 2021年11月9號 美國駐華使領館開放旅遊簽證的面簽 時任大使館臨時代辦 米德偉向媒體表示 中美兩國正在進行 穩步的溝通交流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的留學大國 有超過30萬的中國學生 在美學習 佔在美留學生的三分之一 兩國學生往來交流 都不僅僅只是學習知識 他們也為兩國關係的發展 結成了堅實的紐帶 2021年 美國大使館已向中國留學生 發放了9萬個學生簽證 並且表示非常歡迎學生們 赴美學習 我們希望美方的表態 是真誠有效的 並希望被困在10043號令裡的 中國留學生 能夠早日走出困境 去追逐本該屬於他們 自己的人生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鳳凰聚焦 我是陳寗 再會